有个听众朋友们在问说 到底什么状况下 警察会去拜访民宅 最近发现警察 一直在敲他隔壁邻居的大门 那他在想说 是不是有人在检举 还是有什么特别案件在身上 然后他正在居家劳行 所以警察才会一天到晚 去拜访他的邻居 那他很担心 警察拜访他邻居之后 会不会也突然拜访他家 他如果有警察突然来敲门 说要进来跟他们讲讲话的话 身为一般普通老百姓 他可不可以拒绝警察来拜访他家 如果拒绝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这个民众想的非常多 不过我觉得这考量也很OK 因为这个警察突然来他的社区 来这么多次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什么状况 警察会频频的来拜访呢 这个居家劳行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很多人 这个有好奇 电影中也有看到 那刚好这位听众 他本身遇到了 那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赶快来请到 我们的这个洛杉矶陷阱局的 这个Sergeant Aaron Liu 我们的刘警长 刘队长来请刘队长 做一个解答 Hello Aaron你好 刘队长 你好你好 小敏你好 他这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 我想问一下 他所居住的城市和这个警察 他到他邻居家呢 开的是黑白颜色的警车 还是其他 比如说我们有 不是黑白颜色的警车 比如说是普通的轿车 但是是挂了警车的牌子 是哪一种车呢 哇 这个就不晓得 你可以分析一下 如果是黑白的 那是什么状况 对 如果是黑白警车的话 警察需要穿警服 全服武装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那去邻居家的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有人报案 就是我们需要到 就是巡逻警 有这个职责 到这个地址去检查 因为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 有报案的这个地址和联系人 所以如果他家有报案的话 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我们需要到报案地点 去检查为什么报案 和有什么案件发生 有什么可疑情况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不是那种黑白的 然后是一般那种 你刚刚讲的有警灰的 但是看起来是普通车的 那是不是会严重 看起来 不是 有普通车的话呢 也是有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是侦探 侦探呢 就是对于家房 有好几种情况 一个是你是目击证人 对于某些案件的话 你是目击证人 或者是你是情报人 或者是你是就是 你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 你想找这个侦探 就是也是跟某些案件 有关的情况 想反映情况 这是有可能的 像您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居家 居家劳刑是吧 对 这个不属于当地的警察局管 这个属于不同的系统 比如说它是缓刑局啊 probation啊 或者pro啊 他们是不同的司法部门 他们是需要监视 或者是他们 比如说有佩戴设备的话 那是有不同的部门来监视的 就不属于当地警察局的 职责范围之内 我们只是有两个比较大的 就是警察局 一般有两个比较大的部门 一个是巡逻部门 就是我所掌管的 就是巡逻街啊 街警啊这样的 第二个是侦探部门 侦探部门 就是这个案件发生了以后 巡逻警察在报告完成之后 送到侦探部门 侦探部门会根据 这个巡逻警察 在当时发案的时候的调查情况 联系所有的 这个有关人员 比如说你是报案的人啊 你是目击证人啊 你是罪犯的亲人啊 或者是朋友啊 这些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种情况下 到访的次数会不定 比如说你还有要补充的情况 你还有要补充的情况 在不同的天呢 你还要跟警察约谈什么的 这个是都有可能的 再一个就是这个居民的话 他如果有这种 有这种顾虑 或者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 比如说他居住的城市 如果他居住在天普 马上打电话到天普市 说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地址警察来 是为什么 他必须要回答你 OK 所以他不能说 他不想告诉你 他这个是一定要讲的 他只能 他不会告诉你 我们有哪个哪个案件 需要的 他不会这样跟你讲 他只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 第一个是有 他会告诉你 第一个是报案 或者第二个是调查案件 他会跟你讲说 起码说是两种可能 如果是报案的话 这属于黑白车 一定是巡逻警去的 如果是侦探车的话 比如说就是普通轿车 但是他有挂的 有特殊的牌子 他会跟你讲 警察在办案 这样就非常 他不会跟你讲说 我办的什么案 OK 那个是不可能的 这属于隐私 所以我们在社区里面 如果看到警察在那边 这个左右张望啊 在调查啊 或者是在敲门 我们也可以这问他说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你怎么会在我们的这个社区 对当然可以 他有特别是有危险的话 就是像我 像我所居住的地方 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全副武装的 这个装甲车过来 是我们的特种 对特种 特种警察 OK 那我们 现在我们社区的很多 在外面玩耍的小孩子的家长 就马上跑过去说 我们需要躲避 你需要 你在找什么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必须要回答您 在一个这个居民 他有这个顾虑说 警察会不会敲我的门 对 敲你的门 你马上问他为什么敲啊 你如果语言不通的话 他手机里就有翻译系统 我们手机里现在都有输入的翻译系统 说为什么要敲我的门 需要调查什么 他必须要有一个legal standing 他就是必要有一个合法的理由 来敲你的门 那他也可以说 邻居投诉你声音太大 这也是一个合法的理由 所以他必须 对 他你不可以说 我没有报警 我就把门关起来 这个是不合法的 他既然警察跟你讲说 他有合法的理由 在你家敲门 你就必须合作 不合作的话 就是抗警 OK 那抗警的话 他是有权逮捕我 把我带到警局去吗 或者是他可以进来 我里面吗 因为我是不是 他如果说 我想进去你房间看一下 我是不是说你给我搜索令 还是给我正式文件 这个是case by case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对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警察说 邻居反应你这里面有打闹声 这个的话 他就有权利检查一下 你的屋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人 OK 对 而且这些人在干什么 这都是需要 这都是合法的 比如说 就像您非常懂法律 就说这是 suspicious reason 就是我有合法的怀疑的理由 如果你的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里就是警察突然就是好像持枪进入的 因为他家有尖叫声 OK 就是有女生的尖叫求救声 这是属于非常危险的情况 警察可以破门而入 不需要你的 你说你可以进来 你不可以进来 无所谓的 破门而入 而且是持枪 对 他需要知道这个女生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伤痕 是不是在 真的是在求救 如果你是在看恐怖电影 OK 那是好 恐怖电影 对 对 对 真的 了解了解 对 而且因为语言不通嘛 他也不知道警察突然这样 这样五六个闯进来干什么 你搞不清楚 那你只要合作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真的非常精彩的一个解答 这种方方面面各式的这个实际案例 真的是要当这个 自己本身有经验才有办法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Aaron Liu刘警长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